王宇嫣嫁给慕容父 又嫁给段宇 共生下三子 一魔一僧一岛主 在新修版天龙八部的末尾 王宇嫣大哭一场后离开了段宇 当王宇嫣在出现在读者视线中时 他已经陪在了慕容父的身边 锦庸之所以如此改动 无非是让段宇也符合求而不得的设定 这样看来 王宇嫣确实会和慕容父结为夫妻 不过王宇嫣的故事远不止这么简单 首先 八天时曾说过 慕容父称帝的梦想早就传到了朝廷那里 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 如今的姑苏慕容名存实亡 慕容父又沦为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疯子 他即便和王宇嫣结为了夫妻 但也支撑不了多久 锦庸也在新修版天龙八部里写道 王宇嫣生活轻苦 段宇派人将他和慕容父一起接到了大理 还从库房里拿了两千两银子救助他们 一个是难难自语的疯子 另一个是一呼百应的大理君王 到了大理的王宇嫣和段宇搞不好 又会救情复燃 其次 段宇 王宇嫣 钟灵 慕晚清都是有历史原型的 典史记里的高氏皇后 就是历史中的高梅 玉就是段宇 慕贵妃则是慕晚清 忠贤妃是钟灵 王德飞自然就是王宇嫣了 喜欢看金庸全集的读者会知道 金庸的武侠小说看起来天马行空 但剧情走向 仍会向真实的历史事件靠拢 这就是肖风死后 段宇为何不和虚竹 一同掌管灵鹫宫 毕竟段宇也是逍遥派的传人 原来段宇的历史原型就是 轩人帝段和谕 金庸又怎敢擅自改动历史 因此 王宇嫣虽然嫁给了慕容赋 但随着慕容赋的疯癫之病 岳家病入膏肓 没过几年 慕容赋就两腿一蹬 就此归西了 慕容赋死后 风韵犹存的王宇嫣 索性搬入大理王宫 成了段宇后宫里的妃子之一 常言道 人算不如天算 王宇嫣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虽然成了大理国的德妃 但大理的政权实则掌握在 高氏家族手里 尤其是高氏皇后 他不仅掌握了后宫的生杀大权 还怂恿珠子 内征外判 搞得段宇焦头烂额 高氏皇后竟能跳过段宇 滥用战刑 将王德妃打得血流如柱 后来段宇也被高氏皇后 以及觊觎王位的珠子 搞得无心朝政 万念俱灰之下 必为为僧 从此与清灯古佛为伴 至于王宇嫣 他总共生下三子 一子是和慕容复生的 另外二子是和段宇生的 三子分别是一魔 一僧一岛主 建模慕容求败 王宇嫣和慕容复生下了慕容求败 慕容求败的武学天赋很高 他从慕容复那里得了斗转星宜 从王宇嫣那里得了小五相公 有了这两门包罗万象的神宫 慕容求败在15岁的那一年 就已能通晓天下武学 加之王宇嫣 保读各门各派的武功秘籍 在王宇嫣的指点之下 慕容求败在20岁那一年 自创了一门剑法 这门剑法极其精妙 共有九世 能破天下武学 由于慕容二字太过于招摇 慕容求败所性改名为独孤求败 他背着一把长剑浪击天涯 不断和天下各路高手对决 三十几年后 独孤求败顿生退役 他以雕为友 隐居山谷 所用的玄铁重剑 后来被神雕时代的杨过所得 斗九僧 段志远 段志远是段玉和王宇嫣生的第一个儿子 他练成了段玉传授的北明神功 能将真气乃至酒水通过经脉 从指尖排出 可惜段志远被高氏皇后所生之子段正兴 不断打压排挤 在段玉年老之后 为了争夺王位的段正兴 更是绞尽脑汁 要置段志远于死地 段志远早就厌倦了王宫里的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他后来趁着夜色逃出王宫 从此化身为斗九僧 一边流浪 一边找高手比武 在路过松山的时候 斗九僧和王重阳有过一番斗九对决 凭借北明神功 段志远将体内的酒水通过指尖不断射出 王重阳又怎么斗得过他 出于承诺 王重阳将九阴真经借给斗九僧翻阅 斗九僧翻阅之后 灵光一闪 就此在少林寺写下了一部神功秘籍 九阳真经 成就了后世张三丰 郭湘 张无忌三大高手 桃花岛岛主 段文轩 段文轩是段玉和王宇燕生的第二个儿子 段文轩不仅和段玉长得极其相似 爱好也一样 都喜五行八卦和琴棋书画 段玉出嫁后 高氏皇后联合段正兴 不断逼迫王宇燕的后人 段文轩也只能远走高飞 躲到桃花岛避难 前来无事 段文轩在桃花岛上一边练武 一边钻研琴棋书画 在历经数年的沉淀 段文轩创建了桃花岛一脉 练成了弹指神通 兰花扶学手 碧海潮升曲等武功 后来将倒入之位 传给了一天赋一饼的少年 此少年换作黄药师